小九在微不可闻的晃动中醒来,他迷迷糊糊揉着眼睛坐起身,发现自己正在一个密闭的空间里,定睛一看,居然是在马车上。 行了,方才我还担心前路颠簸,会饶你安眠,正想让他们停下,等等再走。 送行人伸手,连人带背将小九裹进自己的怀里放好,将一只温在暖炉上的轻装拿出来,睡前就没有吃东西,吃口垫垫。 嗯,坐起身子,小九掀开车帘,浓黑的天际月明星熙,好闻的青草香伴着微风钻进鼻子里,他点了点头,就着送行人的手喝了一小口。 我们出发多久了?小九没想到送行人如此行动派,前两人才定下的出宫计划,不过是睡了一觉的功夫,已然出发在路了。 有两个多时辰了,他吵着你,所以走得慢,但现在应该也已经进了王都的边郊了。 说着话,送行人手上的动作却未停,小九一连吃了三口,也不见反胃,不免让他面露喜色。 这是我之前出宫为你寻的开胃萝卜,据说民间的女子在运气都爱吃,你尝尝。 家里一小块放进小九的口中,只见窝在他怀中的人儿,瞇着眼,如同一只慵懒狡辖的小狐狸, 意犹未尽地舔了舔嘴角,叫喊着声音道,还想要。 好,白瓷小网的青粥,眼看吃了过半,面前的人儿并未有半点不舒服, 宋玄人终于舒展开来这几日紧粗的眉头,他小心翼翼又喂了一口,试探问道, 还吃得下吗? 嗯。 似是突然胃口打开,小九一口接着一口,很快青粥就见了底, 他眨巴着眼,拉着宋玄人的大手贴在自己别别的胃上,语气里不乏委屈。 饿? 好,像一脸上眉伤,宋玄人低头在小九的额头上亲了亲, 是满眼的宠溺,对着外面朗声吩咐道, 找个地方歇脚,给王后准备些吃食。 是。 这是你之前教我做的无忧缸,先尝点,垫垫肚子可好。 你又痛我的无忧花? 瞪圆了眼睛,吃了一响晚粥的小九,此时显然是恢复不少力气, 他抬手揪了揪宋玄人的耳朵,斤斤计较道, 那无忧花可珍贵了呢,再说,我胜的也不多了。 不是他小气,而是眼下他选择了入凡尘, 那么势必就没有办法再回无量山去取无忧花。 再加上无忧花的花期很短,除了他有这个耐心去守着等, 师父他们压根没有这个闲情,所以他手上胜着的也就越发珍贵。 但是面前这人,却总是时不时要偷卸他的无忧花, 美其明月烈烈厨艺来讨好自己,小九只觉得心疼, 看来往后他得寻个隐蔽的地方,将无忧花好生藏起来, 不然以后他想给长大了的小崽子做无忧膏吃,都找不到配花。 好好好,是我不好,我不该不经过你的同意偷拿无忧花。 宋玄人拉过小九的手,放在唇边吻了吻,一副爱不够的模样。 还请夫人,大人有大量,不同为夫计较。 来,咬一口尝尝,味道如何? 为了让小九能食欲大开,好好吃东西, 一向君子远袍厨的宋玄人,可算是彻底卸下了帝王的龙尊。 这段日子的厨艺可说是突飞猛进, 只要小九开口,无论是天上飞禽,还是地上水里的鸟兽, 他通通都能变着花样给他做出来,只要他愿意吃饭。 好吃,就着宋玄人的手,小九给面子地咬了一口, 而后点点头竖起大拇指,比我做得还好吃。 见小九如此捧场,宋玄人笑出声, 他就着小九的齿印咬上去,入口绵密而不甜腻, 若有肃无的花香,重吱在唇齿之间,也真的是美味。 以后为夫,天天给你和孩儿做好吃的, 定把你们娘俩养得白白胖胖。 大掌轻轻贴赞小九的付出, 掌心下微不可闻的跳动, 像是敲落在宋玄人的心头。 这是小九捅他的孩儿, 是一个长得像他,又会像他的小东西。 哼,孕妇不仅情绪敏感,还十分剧愁, 她显然还没有完全释怀, 嘴之理亏的宋玄人更不敢傻傻撞上去, 她将怀装的人儿割好, 厚着脸皮躺好着, 待会儿想吃什么,告诉我, 为夫亲自给你准备。 杨厉凹头,小九将头埋在宋玄人的心口, 声音慢慢道,不要, 可是又不舒服了, 怀中的人儿眼下就是瓷娃娃, 宋玄人生怕哪里照顾不周, 舍她难受了。 不是, 她手缓抱在宋玄人的腰上, 是娇娇气气的低难, 我要你陪着我, 哪儿也不去。 好, 文言宋玄人笑开, 她的傻宝贝啊, 我哪儿也不去, 就在这里陪着你, 赶也赶不走。 哼, 不要脸, 撇累撇嘴, 是视宠儿娇的小王后, 要脸做什么, 脸哪里有媳妇重要, 低头, 两人儿戒相抵, 你说王军啊, 一国之君, 要是让成余国的子民瞧见了, 还不得笑话你。 用食指戳着宋玄人的心口, 小九一脸的不赞同, 心间却悄悄开出了甜甜蜜蜜的花。 笑话就笑话吧, 我不在乎, 高挺的鼻尖蹭了蹭小九的脸颊, 在亲吻落在红唇上之前, 宋玄人嘻喃出声, 小九, 从开始到现在, 我在乎的从来都只有一个你, 似时感应到了男人的心意, 和心底深处的不安, 小九抬手搂上了宋玄人的脖颈, 加深了这个吻, 两颗本就相爱的心, 越来越近。 就在小九食指大开, 正大快朵頤的时候, 一对不速之客找上门来, 是许久不见的叶清体夫妇, 在那场变故后, 子西在帮着宋玄人将涉案的一干人等定罪之后, 并生理一场大病, 再加上后来小九爱喜, 同宋玄人闹矛盾, 直到子西病愈多次, 地牌就想要进宫探望, 都被宋玄人驳了回去, 子西无法, 在打听到王俊要带着小九出宫散心的消息时, 并想了个拦架的主意, 而对着子西日渐上了新的义清体, 不仅没有阻止, 还尾子一道, 护他周劝, 将宠妻印在了骨子里, 文言正在帮小九去皮剔骨, 将处理好的鸭肉, 喂尽的吃的油光发亮的小嘴里, 显然是不想被旁人打扰, 从没打发着, 胡闹, 让他们打哪来, 回哪去, 见, 小九眼急手快, 扯住宋玄人的绣袍, 将五个清晰可见的油纸, 按在了亲子的衣料上, 口齿不清地对着来人吩咐道, 再加两副网筷, 我好久没见到子西了, 这, 是从面露蓝色, 看向自家王军, 一时站在原地失了主意, 看本王做什么, 王后发话了, 听他的, 温柔的眉眼, 落在身侧的人儿身上, 鄙视小九正快速咀嚼着方才宋玄人喂过来的鸭肉, 两腮一股一股的, 像极了他们傍晚见着的松鼠, 可爱至极, 是, 属下这就去安排, 趁着侍者转身, 宋玄人凑过去, 快速在那鼓起的栽边亲了一口, 喂, 是碌碌的一双现眼瞪圆, 是说不出的蒙态, 小九, 你若是再追半看我, 想必今晚你是见不着将军夫人了, 不正经, 翻了一个巨大的白眼, 小九动作极大的将自己往另一处挪了挪, 想要远离这个骚包的男人, 浪笑出声, 小九怎样的模样, 看在他的眼里都是极好的, 拜见王军王后, 给王军王后请安, 拜见王军王后, 给王军王后请安, 来不及打情骂俏, 煞风景的两道声音在耳边响起, 宋玄人不准痕迹的轻里轻嗓子, 恢复了平日里端速的模样, 他抬来抬手, 坐吧, 紫西, 你快来坐我身边, 见到熟人, 小九弯了眉眼, 这段日子可算是把他逼坏了, 你说说你, 都那么久了也不来看我, 是不是有了夫君, 都忘了我这个朋友了, 说吧还眨来眨眼, 严语的目光扫过面积两人, 咳咳咳咳, 紫西无奈, 看着小九被呵护出的单纯模样, 雨光扫过一脸银肃, 正盯着自己瞧的宋玄人, 直得苦水往肚子里沿, 哪是他不想来, 而是有人虎视眈眈的守着, 天晓得他低了多少次进攻牌子, 王后言重了, 紫西之前身体抱恙, 恐将兵器过给王后, 这才迟迟未敢拜见, 未敢拜见, 在一旁被打扰了雅兴的宋玄人, 没忍住冷横出声, 本王瞧你拉着夫君, 胆敢阻拦胜架, 真是好大的本事, 还请王军王后恕罪, 是辈子担心, 王军王后此行路途遥远, 这才一意孤行, 想要跟上保护, 同子西无关, 若是王军要处罚, 责罚轻蹄一人便好, 宋玄人话音乐, 一轻蹄便反映极快的作一请罪, 将所有罪责一律揽下, 生怕子西受责罚, 都出宫了, 说好今日是家宴呢, 小九凑到宋玄人身边, 软着声音, 你如此严肃, 不仅吓着了义将军和子西, 就连我腹中的孩儿, 都在说腹筋汹汹, 让人害怕呢, 捧着并不明显的肚子, 小九巴巴看着山旁这个面冷心热的男人, 老好人缓解着气氛, 哎呀, 你们快起来, 来来来, 都坐下, 今夜里只有朋友, 没有金蝉, 我们许久慰惧, 定要不醉不归, 害喜多日的小九总算是火过来了, 他觉得自己胃口大开, 甚至可以吃下一头牛, 有王后为你们求情, 就算了, 但下不为例, 终究是无法抵挡小九可爱的模样, 宋玄人发现自己所有的原则规矩, 到了小九这儿, 只得节节败退, 他叹了口气, 吐鞋道, 做下一道用膳吧, 难得小九有胃口, 你们也陪着一道多吃点, 是, 有着小九争了气氛, 再加上紫西本就是善谈的, 两位宠妻护妻的男人, 以茶当酒, 听着他们天南地北的瞎聊, 气氛倒也和谐, 直到小九给撑圆了肚子, 便嚷嚷着要去外面看星星, 拉着紫西一道, 想去湖心的亭子里, 说女儿家的悄悄话, 却被宋玄人一把拉住, 不可进水, 也不可离我太远, 我就在前面, 再说还有紫西陪着我呢, 得寸静止的小九, 在宋玄人即将翻脸的边缘, 疯狂试探着, 就一会儿嘛, 一炷香, 一盏茶, 我快闷死了啦, 你就让我去走一走嘛, 扯着宋玄人的腰带, 此时的小九, 全无一国之母该有的端仪, 那不依不饶撒娇的模样, 让叶青蹄憋过脸, 雨光却悄悄落在, 垂首的紫西身上, 想着, 若有一天, 这人儿是否也会这样待自己, 想到此, 不免一阵耳热, 小九撒娇的功力向来一流, 宋玄人哪里招架得住, 他也知道, 这些日子自己将他拘得太紧, 总得作息让步, 一炷香的时间, 不可再多, 嗯, 小九极快地点头, 拉着紫西就往凉亭走去, 宋玄人双手背后, 目光紧紧落在小九的背后, 带那仁儿走到听不见自己声音的低节, 他出口问道, 你们此番前来, 所谓何事? 树辰直言, 沉意不知, 叶青蹄拱手, 是内子坚持, 沉不放心, 这才尾随而来, 你怎么也是个糊涂的, 宋玄人咬了摇头, 回头看向叶青蹄的眼神力, 多了几分连他自己都会察觉的惺惺相惜, 本王话说在前头, 不管你那夫人有什么打算, 明日一早, 立刻带他离开, 听明白了吗? 臣明白, 叶青蹄硬得十分没有底气, 若是他说话能管用, 小九和紫西在凉亭坐下, 整个晚宴, 小九虽然嘻嘻哈哈, 一副眉心眉肺的模样, 但是紫西眉眼间在极力掩饰的酬绪, 终究没能逃过他的法眼, 这里只有我俩, 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, 只要对王军和成玉无害, 我能帮得上忙的, 定会相助, 小九, 目光对上那一双澄澈无双的眉眸, 小九向来通透敞亮, 是他小心思了, 我, 似是下定决心, 他深呼吸了一口气, 将自己心底最大的秘密吐露出来, 如果我说, 我是一世之人, 并不属于这个世界, 小九可信, 一世之人, 小九坐直了身子, 我之前有听师父还有师兄提过, 只是不曾想, 会发生在你的身上, 嗯, 我拜托国舅引荐, 也去见了无量仙尊, 仙尊说, 若是我想回去, 倒是有依法可以尝试, 虽不一定可以成功, 但却是唯一的法子, 同我有关, 小九的目光越过紫西, 最后落在宋玄人身后, 那个坚定的身影上, 真真是可惜了, 他多看好叶将军和紫西这一对啊, 紫西点了点头, 又摇了摇头, 而后跪在小九的面前, 是深思熟虑之后的前程, 需要灵壁石, 还前往后相助, 让王军与诺紫西进入地宫, 得灵壁石相助, 仁补室员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